那么今天一个女生又跟我们的学员说 我们的学员邀约她之后 她说是吗 那怎么突然又想起来要见面了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状态 就是女生可能会觉得你之前是不是把她忘了 对怎么突然又想起来 是不是怠慢她了 是不是敷衍她了 等等都有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回 我的回应是干嘛 如果是装傻充愣的那种 怎么装呢 你说之前就想 你说就是没胆 对吧 对你说没胆子要约 没敢约 对没敢约 你怕你这个拒绝 第二种回复我们所说的 她说是吗 那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见面了呢 然后你跟她讲 你说我需要随便编一个理由 比如你美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互动 你要见人家无非就是人家好看 对吧 然后你又想跟人家有一些联系 基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OK了 就是接受这个东西是夫妻 对 那本来就是邀约就是本身就是冲着关系的发展去走的嘛 你不管关系往哪走我觉得你先见面嘛 我的回复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女生说那怎么突然想起见面了呢 我的回复就是可能不是突然一直有响 所以念念不忘还有回响吗 还有回响吗 对啊 这是很经典的一句啊 念念不忘还有回响吗 好你们学会了没有 可以在评论区给予你们的回复 然后呢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待在评论区的问题 来说到这边快乐 我待在评论区的评论区